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3月18日,欢迎收看北美市场美丽观察 今天对于投资者而言又是惨烈的一天 美国东部时间12点56分,标普500指数盘中跌超7% 触发了第一层熔断机制,为美股史上第五次熔断,本月第四次熔断 美国在1987年的黑色星期一的三个月之后推出了股指熔断机制 分为7%,13%和20%三个档的下跌熔断 30多年来的美股市场,本月之前真正熔断触发只有一次 即1997年10月27日,所有的资产都在下跌 而美元则出现了令人震惊的涨势 美元创下了自1992年黑色星期三以来的最大七天涨幅 当时金融居饿索罗斯是击垮了英国央行 英镑暴跌,迫使英国退出欧洲汇率机制 当全球追缴保证金通知显示存在12万亿美元的缺口时 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根据摩根大通的计算 自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美元短缺已经翻了一番 目前为12万亿美元,约占美国GDP的60% 在危机似乎没有任何中断的情况下 任何央行源源不断的注入的流动性都将被吸入缺口 导致市场并没有受到有效的支撑 另一方面,美国和加拿大在协商之后宣布了重磅决定 那就是暂时关闭两国边境 禁止一切非必要的旅行往来 但不会禁止必要的商业往来和货物运输 目前美加两国都出台了一系列政策 用以应对日益严重的疫情扩散 美国方面,白宫正在考虑一项超过1万亿美元的财政方案 其中包括对美国人的直接支付 以及对小企业和航空业的金融救助 美国财长努钦还在另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企业将可以推迟至多1000万美元的纳税 而个人可以推迟至多100万美元的纳税 加拿大方面,特鲁多也公布了一项价值820亿家园的联邦经济援助计划 以帮助加拿大人和企业度过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疫情 加拿大联邦政府将向加拿大人和企业提供最高270亿家园的直接支持 外加550亿家园通过延迟交税来满足加拿大企业和家庭的流动性需求 以帮助稳定经济 道琼斯指数周三收跌1334.90点,跌幅6.29%,收报19902.52点 自2017年2月以来首次收于2万点大关以下 标普500指数周三收跌131点,跌幅5.18%,收报2398.18点 较上月创下的记录水平已经低了近30% 纳斯达克指数周三收跌344.90点,跌幅4.70% 收报6989.84点 多伦多证交所综合指数周三下跌963.79点,跌幅7.6%,收报11721.42点 黄金方面,4月黄金期货下跌47.90美元,跌幅3.1%,收报每盎司1477.90美元,创2019年12月份以来的收盘新低 原油方面,美国WTI原油4月期货周三收跌6.50美元,跌幅24%,收报20.83美元每桶 布伦多原油5月期货周三收跌3.72美元,跌幅12%,收报26.69美元每桶 疫情更新方面,加拿大新增58例确诊病例至656例确诊病例,死亡人数增加至9人 而美国则较昨日增加了2824例确诊病例,总数达到9235例 总死亡人数也增加至150人 明日关注方面,我们依然需要关注美国和加拿大两国在对抗疫情方面是否会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以及如何拯救市场,这一些都会直接影响到明日的市场走势和波动 这就是今天每日观察的全部内容,谢谢大家